这是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 这也使得民众是没有办法再相信 行政院所提出的这个仪表板 其实一般普通的民众呢 就用动动脑就可以想得到 就是说你不可能说 一个是海关的数字 一个是仪表板的数字 这个对不起来 这一定会让民众的信任度是下降非常多的 你在仪表板上面就可以登记说 海关进来的数量是多少 查验完毕是什么时间 查验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行政院的人都可以想得到的 可是他们偏偏要告诉大家说 如果是在海关这边查验中的 我不会把你放在仪表板上面 因为如果在仓库里面没有卖出去的话 全部不散述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这个仪表板上面这个问题是说 他们是不是有想要刻意去隐匿 让这个所谓的 美国租进口的数量 看起来是比较少一点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因为这次的事件 其实不只是民众爆料而已 而且民进党还害到自己人 有两个人被害到 第一个是行政院院长苏贞昌 怎么说呢 他1月4号的时候 大家记得吗 他还去做秀 去看这个查验进口的这个部分 然后告诉大家说 美猪都没有进口 可是实际上如果根据海关的数字 1月4号开始 美猪就是持续都有在进口当中 这个猪是不是莱猪 不知道 因为他们没有去告诉我们 但是其实实际上面 当天苏贞昌去讲说 美猪没有进口到台湾 这是不对的 第二个人也是他们民进党的高层 就是林飞凡副秘书长 他在1月9号的时候 还告诉我们全台湾的民众 他在回应这个反莱猪的公投的时候 他说直到现在为止 9号没有任何一批的 美国猪肉进口到台湾 因为他也参考了这个仪表板 所以他也被骗了 他也讲了这个错误的资讯 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是假消息 但这就是行政院 他自己提供的资讯是有错误的 竟然还要到被民众爆料 这样子非常不堪 非常难看的这个地步 那也使得现在呢 想要去联署这个反莱猪 共同的人越来越多 尤其像是在昨天 我自己的办公室就接到很多的电话 因为他们看不下去 这个仪表板 写的东西跟实际上海关进口的内容不实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如果政府连一个仪表板都处理不好的话 那你要怎么让我们民众相信 你的所有的查验 你的海关进来之后 到这个贩卖给民众的整个过程当中 乃至于标章 可以做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由小看到大 如果连仪表板一件小小的小事情都搞得乱七八糟 搞得让人认为是以骗代变 那消费者不信任你之后 当然大家要透过自己直接名权的力量 透过反萊猪公投 来表达自己的名义 好所以其实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猪肉仪表板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相信吗 那这个莱猪的这个贴帐 这个贴纸 大家也是还是会纳闷的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其实我们看得出来国民党其实现在就是在努力的要来签这个联署 希望可以达标好 那结果呢现在传说 他们在地方办公投这个联署的时候 也被警方关切 而且议员然后还到 还有观察到说 的确有些人是愿意帮忙的 可是就是害怕被查水表 议员又怎么想呢 第一件事情是这个来属现在非常的热 怎么说呢 像我们六日在市场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民众 他是会主动来询问说 请问我可以签署反萊猪的公投吗 甚至像我很多的这个选民 他都会主动赖我问我说在哪里可以拿联署书 这样子的一个热情其实在过去几次的公投都很少见 所以代表说食品安全这个议题 从大政府的角度来说是一件小事情 可是从民众的角度它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可是我们也从新闻媒体上面看到 包括内湖还有一些地方呢 都有明代在签署这个联署书的时候 有警方过来关心 讲好听也是关心 但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到我们现在都还是不知道 因为联署这个公投 我想是每一个人民都可以享有的这个权利 所以他们的这个关心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一种压力 所以我们也再次呼吁警方应该要 让民众可以自由的去联署 不要以这个关心之名 但其实是会带给民众更多的压力的 那我自己所观察到的事情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希望可以增加这个联署点 我自己也在找很多人可以增加联署点 让更多民众可以就近去参与反萊猪的联署 这是因为民进党的这个茶水表 事实在是太厉害了 不管是一开始的皇家纯层牛肉面 性供肉品 乃至于我自己曾经也被这个 几乎是半恐吓说要告我等等的 所以导致现在很多的摊商 他会跟我们反映说 这个反萊猪的联署 他们非常的支持 可是他们很担心说如果设了这个点之后 会不会他们的店家 然后会被做检查 会不会他们之后可能很多的一些 这个会受到运绿营的民众的一个检举 导致他们的生意做不下去 或是产生其他的困难 所以在这个联署点的部分呢 他们就会有一点点小小疑虑 就是要透过更多的方式去说服他们 让他们可以加进来 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就进连署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就是什么时候民众要发几个公投连署 竟然还要去害怕我们的政府 会过来查水表 会过度的关心 甚至呢 因为你有这个连署点 他可能会担忧说 是不是会去检查我其他的项目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政府给人民的感受 就是他在执政的时候 他会以国家之名 但是呢其实是针对不同的意见 去做一些打压